請問一下找李靜穎接新竹市黨部主委 在外界認為說是想要拉近跟柯文哲跟郭台銘的關係 但是也有人認為說是要借郭台銘打卡侯友宜的2024 靜穎是我們年輕的一代 雖然過去曾經違反過黨紀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回到黨內 我們好好讓這些年輕的世代能夠發揮 所以不會只有李靜穎 還有好多位我們這些年輕世代的 我們最近都會來發表成為我們的黨的重要的幹部 我們希望培育更多年輕世代 一棒接一棒 那至於你剛剛提到的 我們絕對不可能去卡任何一位同志 我做總教練 我是希望我們每一位同志越好越棒越好 罵都罵朱立倫 支持永遠的支持我們自己的同志 我們這些同志都是最優秀的戰將 我們一定全力的支持 同時我也再一次的呼籲 我們國民黨不能只靠藍軍 我們要號召更多的人成為我們的藍軍 不管他今天是白或其他顏色 只要是非綠的非民進黨的 我們都要團結在一起 所以靜穎有一個責任 他到新竹市擔任市長部主委 我說你一定要團結所有非綠陣營的朋友 那昨天也謝謝高昏安市長已經表示對他的歡迎 也會希望儘快的跟他見面 最重要的我們就是能夠團結一致 然後讓國民黨獲得更多更多的支持 然後不但這兩場補選要贏 我們2024要重返執政 但現在黨內覺得他的忠誠度有問題 就是他在國民黨最辛苦的時候 他去了民眾黨 給他一次這個將功則罪的機會 我們也讓年輕朋友有更多的機會 所以不只是李靜穎 我們也這次會有多位的這個同志 成為我們的基層的幹部 或者是中央的年輕的世代 我們總是一棒接一棒 不是說希望我們更多年輕人 培育更多年輕人是國民黨最重要的目標 這個李靜穎回來也代表 就是郭董的勢力回到國民黨 我沒有這樣的考量 我真的倒沒有這樣的考量 只是覺得年輕人 這個過去沒有錯 違反過黨氣 然後回到黨願意為黨服務 那給他一個機會到新竹市好好打拚 這兩天也拜會過地方的人士 地方人士也覺得很好 給一個年輕的城市 給一個年輕 而且跟高科技界 有密切關係的年輕世代 然後高鴻安市長也給他加油 我們不是應該用這樣的開放的心胸 給他來將功則罪好好努力嗎 那會不會擔心引起黨內的基層部門 我相信不會啦 我們國民黨本來就是大家用寬闊的心 然後用包容的心 對於同志越多越好 我們敵人越少越好 我們都是歡迎更多更多的朋友來加入國民黨 也歡迎更多 現在還不是我們藍營的朋友 不管你是白色的或其他顏色的 先跟我們合作 將來加入國民黨 或者支持國民黨 主席長跟您請教 因為昨天有一個高雄議員的 叫曾俊傑說 代仓投靠綠營 要角逐正副議長 那現在國民黨會有什麼樣的黨技術 或是要怎麼樣來處理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團結 對於任何違反黨技的 我們都覺得非常遺憾 我們考機會也會在事後 積極的來處理 我們還是秉持一個決心 在國民黨最困難的時候 團結一致 就是我們最忠真的同志 我們呼籲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那除了高雄之外 在台南最近 因為這個議長全局 扯上了不少黑金爭議 那甚至還有不少的這個黨籍議員 一次是被帶上車恐嚇 那民進黨是不是應該說清楚 我真的覺得很遺憾 國民黨曾經經過黑夜 但是我們走出黑夜 而且邁向青天白日 我們清清白白 自是在在 可是民進黨越來越黑 竟然能夠發生這麼多的 黑道槍擊事件 還要對於選舉的過程當中 動用黑道 我相信這是民眾無法理解的 台南市已經變成外傳的高潭式了 那我覺得賴清德副總統 未來的賴清德主席 你怎麼去面對你的故鄉 變成這麼的黑 這麼的亂 如何讓大家對民進黨執政還有信心 我們最親愛的桃園市民朋友 還有我們唐鳳部長 吳伯雄前縣長 蘇利倫前縣長 智陽前縣長 還有所有跟我一起打拼的團隊朋友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國 行線紀念日 也是我開始擔任桃園市長 一個非常好的日子 我首先要感謝我們桃園市民 在這次選舉的時候 能夠認同我對於桃園發展的願景 讓我有機會擔下市長這個重任 我會和所有市政團隊一起全力以赴 用最好的政績來回報我們桃園市民的托付 我們的願景是建立在過去歷任 在立任 縣長 市長非常好的政績上面 繼續往下前進 每一位的縣市長 他們任內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政績 桃園的改變 就是在每一任市縣市長 和團隊的努力下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所以我在這邊 特別邀請 也很榮幸 我們歷任的縣市長都能夠到場 謝謝 我也要謝謝我們鄭文燦前市長 他雖然已經離席 可是我還是要表達對他的謝意 他在交接過程裡面 督促原來的市政團隊 非常的盡心協助 讓我們這次的交接非常的順利 當然我要特別謝謝我們黨部的代理主委 黃敏公主委 帶領我們這邊的交接團隊 在雙方的努力之下 桃園的進步 沒有因為交接的關係 耽誤掉一秒鐘 也都沒有停滯 所以一方面再次表達 對鄭文燦市長的謝意 二方面也謝謝我們這邊交接團隊的努力 我在這邊要特別請大家 雖然我剛剛說鄭市長已經離席 我們是不是用掌聲 謝謝他這八年的努力 今天我同時也要向我們就要馬上認識的所有的市議員朋友 表達敬意 將來桃園的進步 是需要輔惠和諧 所以我們希望說 所有的議員朋友 能夠不分黨派 大家齊心為桃園的未來一起打拼 我相信說只有府會和諧 大家放下政治的立場 桃園的進步就會指日可待 這也是我們所有桃園市民的期待 過去這段期間 我除了交接市政 也非常積極的四處 綁球人才 組建一個有專業 有操守的市政團隊 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我想今天我們的團隊也都在現場 我要非常驕傲的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團隊 都是在各項專業領域裡面 成就顯著 若然有成的專業人士 我期待我將來能夠跟我們所有團隊 合作無間 發揮最大的團隊戰力 為我們桃園市民服務 我們所有團隊是不是起立 跟我們現場的觀眾 來賓 舉個功 謝謝 所以我在這邊 希望說 大家能夠給我們團隊支持 做我們堅強的後盾 將來如果有施政 不進圓滿的地方 也都隨時可以給我們指教 我相信 怎麼樣才能夠打造一個好團隊 需要 大家 虛心 謙虛 隨時願意 改善 優化我們自己 就有希望做到一個最棒的團隊 我希望 我也知道說我們可以變成一個最棒的團隊 不會讓我們所有的市民失望 對於馬上要看我一起打拼的市府團隊 我有四個期許 就是 專業 熱誠 效率 和操守 我用這四個 期許 來跟大家共勉 我們一起 包括我自己 一定要落實 這四項 原則 我們心目中 將來的桃園 不只是有型的建設會繼續的推進 我們所有 城市的管理 和公共服務 也要能夠跟得上 所以 我剛才說到 專業 熱誠 效率 操守 這是我們的原則 在這個原則之下 我們要能夠看得到 市民的需要 解決市民的問題 我們要堅守法治精神 積極的 心力除弊 打造桃園變成一個安全 宜居 文化和經濟都能夠並進的一個新都會 從當選到現在 我沒有一秒鐘顯下來 今天正式上任以後 我會更加緊腳步 推動我們所有的政見 一樣一樣的付出實施 我們市民朋友 非常關心我們 市政公共建設的安全 我會立即邀請 學者專家 組成一個 公共工程體檢委員會 用非常專業 公正的態度 完整來檢視我們所有公共工程的品質 務必要讓我們市民 能夠安心放心的來使用這些設施 我同時也會針對 捷運也好 航空城也好 大家關心的這些重大建設 組成一個進度督導的機制 把這些工程的進度 盡量透明的 讓我們市民朋友知道 同時也要務必讓這些進度 對北 基 淘 近千萬民眾 福利的一個政策 一定不會跳票 各位鄉親朋友 我非常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願意把桃園建設的重擔 交給我 放在我身上 我自己 我的團隊 絕對會不負責索脫 用最好的市政建設品質 回報給大家 讓大家對我們的期待 督促 都變成我們推動市政 最有力量的 最有正面的力量 我非常感謝今天大家 能夠撥攏前來 桃園市民朋友 外地的朋友非常感謝 我在選舉的時候說過 未來從桃園開始 桃園市政不斷的進步 就是從今天 我們所有新的團隊上任開始 在這邊我衷心的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替我們加油 將來也期待大家 繼續替我們所有的桃園團隊 還有所有的市民朋友 一起加油 把桃園推向一個不一樣的城市 不一樣的境界 謝謝大家 謝謝張善政市長 謝謝你 謝謝 不客氣 賞 ự想 启公 字幕 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